今天是世界教师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为此发表声明说 当下的老师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 他们持之以恒地鼓励孩子们 启发他们的心智 激发他们的潜能 作为一个父亲和曾经的老师 非常感谢老师们所有的付出 安省省长福特则宣布 向多伦多 约克区 皮尔区及沃泰华的教育局 投放3500万元 用作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和防护政策 福特表示 这笔资金是省府的13亿安全重启学校计划的一部分 当中包括协助教育局聘请更多员工 缩减班级规模 并加强学校清洁 福特表示 教育局可利用这笔资金聘请更多教师 幼教工作者以及教育助手 尽可能拉开学生们之间的社交距离 另外也可以为网上课程提供支援 安省教育厅长莱切则表示 进入流感季节后 省府的首要任务是 确保学校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 以确保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 他表示 省府提供这笔额外资金主要针对病毒传播率较高的社区 以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 省府于9月份公布安全重启学校计划 并向计划投放13亿元 以支援教育局聘请更多教师 采购个人防护装备 加强学校和校巴的清洁 并改善学校通风系统 省府也向公共卫生部门提供资金 用作聘请625名专门向学校提供服务的护士 截至周一上午 安省学生感染人数上升至293人 教职员染疫增至92人 连同154名其他独立人士与学校有关的感染个案达539例 至今共有335所学校录得感染个案 幼儿园学童感染也增加11人至总数98人 职员新染疫3人至总数72人 录得有感染个案的幼儿园上升至76家 其中17家需要关闭